来自爱荷华州的海地 在巴哈马潜水时遭到鲨鱼袭击 紧急送医后由于伤势严重 医生决定将他的腿截肢保住小命 我甚至没有看到他接近我 他从下面来到我 他就像一车踢了我 然后他就像一个恐怖电影 鲨被撞到我腿 其实三岁的海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潜水爱好者 事发当时他刚潜水完爬上船梯 没想到遇到鲨鱼袭击咬住腿 他冷静地反击 试图让鲨鱼张开下巴 好不容易才从沙口逃出 美国鲨鱼袭击事件层出不穷 但不是每个州都一样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鲨鱼实验室 最近公布一项新研究报告 大白鲨在加州海岸附近 比之前想象的更为常见 也许电影大白鲨当中的鲨鱼真的被误解了 听起来很吓人 但其实没那么可怕 鲨鱼实验室用数千小时的无人机镜头证明 大白鲨和人类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相安无事 ABC新闻记者在去年中途加入鲨鱼实验室的研究团队 过去两年鲨鱼实验室的无人机捕捉到这些珍贵画面 大白鲨在毫无防备的勇者和独木舟底下游来游去 其中这一只直接冲向无人机 假使人类和大白鲨真能和平共处 以后遇到鲨鱼该如何应变 研究显示南加州的大白鲨 以往只在夏天海温较高时才会出现在海滩上 随着近年来海温上升 人们遇到鲨鱼的几率也变高 但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 鲨鱼袭击事件在加州没有增加 其实鲨鱼对人类不感兴趣 靠近人类观察只是成长期间认识环境的行为 游客可以放心下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